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哈佛初恋的内饰讲解 进入到车内呢 新车还是采用比较简洁的一个设计风格 以这个平直的线条为主 然后并有这个双色的一个内饰 上方呢是浅色 下方呢都是以黑色为主 那在内饰的工艺材质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做工还是非常的精致 上方都是软质的一个皮质包裹 然后加上镀刻饰条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装饰板 装饰板呢它可以 因为这车是带64色的一个范围灯 然后范围灯呢它也有这个这个一个律动的一个效果 因为现在目前是单色的 范围灯也可以调制律动 它可以随着你这个车内音乐的一个播放的旋律呢 去更换颜色 所以它在夜间行驶的时候 这车内的一个视觉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下方呢是一个软包的一个纹理的一个一个软包材质 也是舒适度还是非常好 而且还带有缝线处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整体的车内呢 还是非常的精致 然后凸显豪华 多功能的方向盘和悬浮式的中控大屏 那都是车内的一个科技性 那么还有这个换挡拨片 可以带来这个驾驶上的一个乐趣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A柱上呢 配有一个脸部的一个传感器 它也是这个初恋特有的一个配置 这个传感器呢 可以进行这个声纹脸部的一个识别 当你上车的时候 你需要这个注册 注册人脸 然后还有一个声烟 所以呢就是它在你开车的时候 然后它会根据你的一个面部表情 然后有没有批刀驾驶监测 然后有没有分心的分心监测一个提醒 然后表情识别 就比如根据你的表情 那可以表情变化来推送一些内容 比如说那个播放一些这个电源呀 还有语音提示 所以这一项呢 就是对于这个也是提高了咱们行车的一个安全性 初恋呢它是有四个版本 一个是大一大一版 然后大二版大三版大四版 那么大三版和大四版呢 配备的是12.3寸的一个液晶屏 然后大一版和大二版配的是10.25寸的 车机系统呢 它响应的也是非常的快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流畅性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个集成了这个主流的一些配置 像这个手机互联呀 然后一些车辆设置 然后行车记录仪 然后智能家居生活服务 然后还有像抖音啊 高德剔图 这都是比较现在一些主流的一个设计 而且呢 像它这还带一个泊车 自动泊车的一个功能 也是大大的提升了一个泊车的一个安全性 但是呢 就是它这个这款车呢 在车内是取消了物理按键的功能 所以呢 在车内虽然说是提升了一个科技感 但是呢 它在你看一下 在这个光下面 然后这个空调一个设置 然后都是反光的 然后它还带有这个驾驶模式 驾驶模式呢 就是一个车辆 在车辆设置里面 行车设置 行车设置 然后有驾驶模式 因为它没有物理按键 也没有按钮 所以呢 它的驾驶模式 只能在这个屏幕里边去进行操作 驾驶模式 它是分为四种驾驶模式 所以你这样调的话 当你 比如说你是标准 然后你当你要是调这超车呀 什么的 想调运动模式 当你调完的话 可能你已经错过了超车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还是不太不太那个方便 大家还可以看一下 因为它还有这个HUD 抬头显 抬头显的亮度可以调 然后高度也是可以调节的 还有旋转 然后显示的一个内容设置 也是可以调节的 也是可以调的 然后座椅 座椅呢 它主腹这个座椅呢 都是有这个座椅加热 其实对于在北方来说的朋友 还是非常的友好的 灯光 灯光像主动迎宾 范围灯 范围灯 大家刚才讲过了 你看它有静态 然后有这个流水 然后还有滤动呼吸 所以这个还是 根据自己的一个个性爱好吧 去调节 还有这个泊车辅助 大家可以看一下 泊车出位呀 入位呀 这个还是非常的方便 使用性还是非常高的 这个360度全景呢 它的这个分辨率还是非常高的啊 然后而且它还有这个前方后方的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前方 有这个雨水的 然后可以在这取消 然后它在这个 这款车在这个人性化方面 也是做得非常到位 然后像手机无线充电 然后还有 还有大小不同的卡槽 宽度不同的一个卡槽 然后呢 嗯 还有值得要说的就是 它在这个杯架 杯架是提供了 不同大小的两个杯架啊 也可以放那个大瓶的水呀 小瓶的水都可以 这跟其他车型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然后车内呢 它在这个下方 还提供了一个储物槽 然后那个像 然后USB的充电口 提供两个 另一侧是有点烟器 也可以放一些东西 然后还有在这个车门处的 储物格呢 也是非常的宽大 然后放那个大瓶水都 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比较宽嘛 嗯 这就是车内的 一个整体的介绍 嗯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 这个座椅 对